第四十六集 简文帝司马裕 简文帝档案 生族年公元320至公元372年 父母 父亲是原帝司马瑞 母亲郑贵妃 后妃王皇后 李贵妃等 年号 贤安 在位时间公元371至公元372年 世号 简文帝 妙号 太宗 灵寝 江苏高平陵 性格清雅寡欲 软弱未切 史家白兽仪在中国通史中这样说 简文帝风姿优美 细如学 玄学 颇勤于政务 但无济世大略 简文帝名叫司马裕 是晋文帝司马瑞少子 东晋王朝的第八位皇帝 他在位时间极短 仍是全臣当政 没有什么作为 司马裕是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瑞的小儿子 生得聪明伶俐 很得司马瑞的喜爱 公元322年 三岁的司马裕被封为狼牙王 同年 晋元帝司马瑞病逝 四年后 司马裕的母亲郑贵妃也病逝 他受封为会计王 司马裕从小就爱好读书 举止文雅 品行端正 生活简朴 同晋时一般名士一样 喜欢清谈 他本以为自己会轻松过一生 不想全臣争斗 把他卷了进去 公元344年9月 晋康帝司马裕病逝 掌权的是司马裕的舅舅渝兵 为了能以皇帝舅舅的身份继续专权 他提议 由司马裕最小的弟弟司马裕继承地位 虽然最终司马裕传位给自己的两岁儿子司马丹 不过 司马裕还是任府军大将军参与政事 司马丹年幼 太后楚氏为了铲除专权的于氏 就把军功赫赫的桓温引入朝中 结果 于氏铲除了 桓温又独揽大权 桓温很有野心 他掌控了晋木帝司马丹 晋埃帝司马丕 和晋废帝司马裕三代朝政 公元371年11月 桓温为了自己能更顺利地篡夺地位 他废了司马裕 拥立司马裕为帝 即东晋简文帝 司马裕51岁称帝 身历己朝的楚太后都没有他年纪大 桓温也正是看重他年过半百 又没有什么能力 才让他做傀儡 好方便以后自己篡位 桓温扶持了司马裕后 就集中精力铲除对自己有威胁的皇室成员 司马裕同父异母的哥哥 武灵王司马西 时任太宰 喜好军事 桓温对他很忌惮 就诬陷司马西和儿子司马宗谋反 请旨至罪诛杀 司马裕实在不想宗室再有杀戮 就不肯下诏 桓温再次上书为敌 司马裕忍无可忍 就对桓温说 如果晋朝还能延续 就请大司马不再提及此事 如果晋朝命数该绝 就让我退位让贤吧 桓温见把他逼急了不是件好事 就不再坚持杀司马西 不过还是将其贬为庶人 全家流放到新安郡 司马裕做个无权的皇帝 也深知自己的处境 他日夜提心吊胆 生怕被废 难保性命 因为新兵太重 入宫没有几个月 他却憔悴衰老了很多 而此时东晋政权 还是处于动荡之中 四处战乱未平 司马裕在国事上不得志 家事上也不如意 他本有五个儿子 可三个都夭折了 就剩下长子和次子 长子无才无能 司马裕最终废了他 立聪明伶俐的次子为世子 可惜次子才十七岁就死了 而被废的长子也没有多久就死了 后来很多年司马裕都为没有子嗣苦恼 直到他快五十岁 家中一个丑陋的粗食婢女 才给他生下了两个儿子 司马裕有了儿子 总算是了却了心头大事 不过对儿子是出身低贱的丑女所生 他又难以释怀 司马裕整日郁闷 身体也很快就垮了 公元372年7月 司马裕已经病入膏肓 于是他立十一岁的大儿子 司马耀为太子 设于桓文的淫威 他请桓文辅证 可是司马裕一连发了四道诏书给桓文 桓文都不理睬 司马裕只好写下一诏 抱着最后一丝打动桓文的希望 司马裕效仿蜀汉刘备 在白帝城脱孤的做法 他在遗诏中写下 我的儿子如果成器 就请你辅佐 如果不裁 请你自行取代 身边的大臣听了立即反对 郎中王坦之更是把诏书撕成碎片 说道天下是司马氏的天下 陛下怎能厮授于他人呢 司马遇见身边还有这些忠贤的大臣 感到很欣慰 于是就命王坦之重新起草诏书 改称国家大事都要请大司马协助处理 太子要以刘善敬诸葛亮为榜样 敬重大司马 将桓文比作辅佐大臣诸葛亮 就意味着桓文称帝就是大逆不道 历完遗诏当天 司马裕就死了 中年53岁 死后葬于高平陵 妙号太宗 氏号简文帝 他称帝九个月就死了 始终生活在桓文的淫威之下 中年53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